大家试想想,如果我们想要成功,我们除了需要一个可以大展拳脚的机会,我们自己本身也是要有这个能力去把握它。 但是,如果我们的思维不清晰,有心理障碍的话,我们根本就分不清楚眼前的到底是不是一个机会,往往都会错过了这个良机。 就比如,如果马云在20年前,不相信网购生意是可以做的话,那么我们今天就不会看到阿里巴巴这间公司了。 我们身边所有的伟大发明,都是开始于发明家的一个正确想法和概念。 个人障碍包括了消极的思想,凡事都觉得很难完成,当你遇到一些机会时,你总会想出十万个不能成功的理由,或者你会觉得金钱是一切罪恶的根源。 我们也可以试问自己,遇到有钱人的时候感觉是如何?是羡慕,想要和他们一样?还是你会对他们有负面的感觉呢? 觉得他们的钱都是一些不当的手段得回来的。 要记得,如果我们的心里一直对钱或者是有钱人有负面的感觉,凡事都觉得很困难,那么这种感觉就是我们成功之路的绊脚石。 好吧,那么接下来我就为大家解释要如何清除这些心理障碍吧。 首先,你必须要认真的思考到底你有没有心理障碍,因为要解决问题之前,我们必须要找出它的根源,之后找出你的个人命卦。 你可以去我的Telegram下载我为大家准备的个人命卦图表,按照你的畜生年份、性别,你就可以找出你的命卦,连接就在描述栏里。 比如,你是在1984年出生的男命,那么你就可以依照这个图表看出,你就是七号命卦。 如果你有兴趣想要学命卦是如何算出来的,那么你可以回去我之前的影片,如何找出你的个人才卦,看看吧。 回到正题,找出你的个人命卦之后,你就可以看看这个东命人与西命人的图表,找出辅慰。 这个例子,七号命卦、对卦、辅慰就在家里的西边,那么这个地方就是代表着你的个人至尊以及想法。 看看你家中这个方位的内部格局,是不是有杀器、垃圾桶,或者是有很多旧的东西不舍得丢掉,还是这个地方是一个空位。 然后再看看这个地方外面是什么格局,可以看到美丽的风景,或者是狭窄的外部空间。 这些格局就代表了你的个人思维。 如果看到美丽风景,或者是有比较大的空间,那么你的思维、想法也是会比较开朗、正面、积极。 最低限度,这个空间要保持整齐、干净。 要学会断舍离,把没有用的东西丢掉。 只要你清除干净这个地方,没有什么不良格局与杀器,你就可以清除了你的心理障碍。 思想会变得很清晰,这个世界将会充满希望。 清除了个人障碍之后,接下来我们就清除我们的财富障碍。 但是,你要记得,你要先清除掉你的个人障碍,才来看看你的财富障碍哦。 这样的话,才可以更清楚的以及更有效的看到你眼前的机会。 财富的工位是生气位。 这个旗号对挂人的生气位,是在家里的西北边。 一样的,这个工位要保持干净、整齐。 杂物以及旧的东西就把它处理掉。 那么,你就清除了你事业上很多的障碍了。 这个工位以及方向有着令我们赚钱的能量。 懂得利用这个工位,或者是有良好的格局,将会为我们带来源源不绝的机会与财富。 所以,这个工位是最适合摆放书座在这里工作。 你也可以使用这个工位来思考以及想想你生意上的策略。 我们可以摆放一些植物,比如观音竹,来吹望这个地方。 在下面留言,告诉我,你家的服务以及生气位的格局,对你有什么感应。 我们可以在留言区聊聊。 嗨,大家好,我是勇为。 这个是个提供风水知识的频道。 有兴趣的话,就订阅以及打开小铃铛。 那么,你就不会错过我以后的影片了。 如果你需要风水服务的话, 欢迎你浏览我的面子书,联系我们。 我们下个星期见,拜拜。